LOVE IS LOVE LOVE IS LOVE 阿里 洋 嗨 大家好 我是MC ON THE GOAL的Christy 我現在呢 人在曼谷唐人街石隆郡路一带 然後呢 今天我們準備要去7家本地人推薦的美食店 也帶大家看一下在這個疫情慢慢穩定後 然後泰國漸漸解封之後的曼谷唐人街的現況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去吃吧 我們的第一家呢 來到這個貴丘帕音澳 它裡面呢 有這個豬肉阿 有蝦子 然後這個香菇 這個是泡粉 我在網路上面呢 看到他們家的故事呢 就是因為這個路邊攤的老闆娘的孫子 她就是很挑食 然後什麼都不吃 這個老闆娘為了她的孫子呢 就發明了這個貴丟帕音鬧出來 就是所有的食材都放進去 然後炒在一起 所以發明了這道菜 那我們現在來吃吃看 它的火口很夠 然後那個味道很入味 來吃一下這個料 這個豬肉 這個豬肉是應該是有醃過的 味道還不錯 這個嚇死 這個嚇死 感覺還滿新鮮的喔 這個嚇死 感覺還滿新鮮的喔 很爽口 這個一分是一百泰豬 有一點小費 那我們等一下下一家店再見囉 我們現在要去第二家店吃甜點 因為剛剛吃完正餐嘛 現在要出發去吃甜點 我們現在來到第二家店叫La Chuan Singapore 它是這個甜點有名的 這個甜點是在東南亞的邊緣 像馬來西亞、印尼都是有這個甜點 上面的話呢 它是椰奶 然後下面這個 像是粉條一樣的東西 天氣很熱 吃的這個感覺蠻涼爽的 它下面這個啊 粉條啊 就是口感蠻好的 有點像是珍珠 那種口感 就是可以嚼很久 它上面的椰子冰沙也不會過底 還不錯吃 這個一杯是28 太輕了 好像以前是25 太輕了 我覺得現在這樣 然後現在這個店家就有做這個 波會的 去格 格開一下 然後不給客人坐在一起 這樣 我们现在在第三家店 这家最有名的是他们家的猪脚饭 为什么这家店那么特别呢 就是他们的猪脚饭是有加化身进去的 然后我们刚刚点的这份是有加豆腐啦 然后猪脚啦 然后还有肠子然后鸡蛋的 然后这个是他们家的辣椒 现在来吃吃看 先吃一下猪脚 他们家的辣椒酱啊还不错 它有中和到他们猪脚的油腻的感觉 这是我第一次吃有加化身的猪脚饭 还蛮特别 酱料也蛮入味的 他们家的豆腐 豆腐也是很入味感觉熬煮了很多个小时 我们现在来到第四家店 我们现在来到第四家店 从刚刚那家猪脚饭走过来才差不多两分钟 我们又看到一家值得来吃 然后本地人推荐的一家是satte的店 这个是猪肉的串 然后这个是猪肝 一串是七猪 然后我们点了十串 现在来吃吃看 它的姜料很好吃 甜甜的 然后也不会辣 喜欢吃这种炒串的 一定要来吃吃看 它的姜料真的很好吃 这个小黄瓜是用来解腻用的 你吃完一口肉 然后再搭配这个小黄瓜 就很清爽 现在来试试这个干 干也还蛮嫩的 就不会烤得过老 然后也没有很重的味道 还不错 那我们下一家店再见啦 我们现在来到第五家店 我们现在来到第五家店 他这家店呢 最有名的就是他们家到Hoypot 就是欧巴尖 然后这个是那个 muscle 这个是脆的 脆皮 然后这边就是 普通的欧巴尖 然后他们这家店呢 有得过2018年的米其林的推荐 现在来吃吃看 他们的欧巴也不会有很重的海鲜味 就是很新鲜 然后每一粒都很薄嘛 这个脆皮的很好吃 它煎得刚刚好 然后也不会过老 它这边 有 只是脆皮的 也有综合的 你们点的是综合 下来是家店 可以学我们一样点这个综合的 来品尝看看 看看大家喜欢哪一款 是的 你们点的是 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第六站 这个是在路边的一个老陪卖的一家砍农井 就是烧麦 它是体质是一颗是蛮小的 看一下 然后我们刚刚买了60株 这个是一盒是60株 有20个 就是三猪一粒 我们现在来吃吃看 真的蛮好吃的 它里面的肉很扎实 然后里面是猪肉的馅 我们刚刚吃了六盏 然后现在准备去最后一盏 吃手工冰淇淋啊 现在是真的有点棒 我们现在要找一家隐藏在像弄里面的一家冰淇淋 不知道有没有做空 我们现在来到我们最后一盏 这个是一家手工的冰淇淋店 然后它有名的地方就是每个月都会推出的特别的口味 像我今天点的这个就是蝶豆花 蝶豆花加牛奶 然后这个是红酒的冰淇淋 然后这个一杯是120 这个是90 现在来吃吃看 这个口味很不错 那我本身就很喜欢蝶豆花 刚好吃这个口味 现在来吃吃看红酒的口味 从来没有吃过红酒味的冰淇淋 你们看一看这个比较像是雪霸 它的红酒味还蛮浓郁的 它的红酒也不会很酸的 就是刚刚好的味道 不知道等一下吃完这杯会不会醉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这样啦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记得帮我按喜欢 然后订阅 如果你喜欢看这类型的影片也请留言高屁 那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 拜拜